接下來我們來講9-2的部分 9-2我們開始來處理HTTP的Request 那它這邊會得到的一些訊息是 從Server所發送回來的一些訊息 比如說有URL、HTTPHeader和Data Response是物件傳送給HTTP的請求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來寫一個ADServer 然後把下面這段Code把它寫進去 OK,那我們已經做完了 在這邊ADServer 那我們仔細來看Code 好,我們這邊有一個HTTP的Require 就我們要用HTTP這個東西 然後HTTP去Create一個Server Request和Response 裡面是一個Function 在這裡面我們就來開始執行 我們要對這個Server所做的事情 首先呢 我覺得我們這邊應該要先做的事情 是我想要先Console Log 這邊縮盤好像怪怪的 我們把它往前移 這樣子 好 我們先Log 一個小方塊Log 我們先把Request來看 我們才會知道說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後來我們才可以來下後面的判斷 先把它存檔 然後我們讓它回到 右上角去 好的,我這邊存檔了 那我們這邊讓它先跳出來 跳出來完了以後呢 我就再去執行一下 那這次執行的不是Server.js 這次執行的是ADServer 就是在Node 大家如果有GitClone下來的 NodeExample裡面的ADServer 好,這樣子我們就開啟了 那怎麼確定它開啟呢 這邊有寫NodeWebServer as 3000 is running 那這邊多了一個Try這個 因為我們下面的Console多寫一個這個部分 我們Console多寫了什麼 多寫了Try這個東西 所以它代表現在我們的Server正在跑 那我們去看 我們重整 OK,This is Home Page 就跑出來 那這邊因為我們剛剛裡面有什麼 如果這個Request去打到這個Server的時候 它會把Request印出來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Request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物件 在這邊寫很大一串 那它有什麼性質呢 它裡面有 看一下喔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它裡面其中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其中有一個東西是Headers OK,它的Host在哪裡 是Localhost 3000 然後裡面會拿到一些 Headers的資訊 就是要拿這個東西的資訊 好的,那我們繼續看 那我們今天想要鎖定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今天想要鎖定的目標是 Request裡面的URL 所以這個東西太大串了 然後Request的東西 大家可以就是 去查一下 再去查一下 HTTP它的Request 回來或是什麼 那我也會把 就是這個部分補上 就是我這邊要補上 就是 這邊 補上 HTTP Request 補上 HTTP 補上 那我們今天想要先看它的URL 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再來再重新做一次這個步驟 存檔 存檔完以後這邊跳出 重新執行 再到Localhost 重整 好,這個時候呢 它是不是有跟我講說 它是找到什麼 找到slash 同時有另外一個 它是找到 非VICO 這個非VICO 應該是在找 頭貼的部分 在找頭貼的部分 是為什麼呢 應該它是 要找這個頁面的icon 所以我們先不要管這個 Request 我們只要管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只要管的事情 是我們想要拿到 這個slash 這個東西 那所以我們這句就用判斷 是等於 讓它等於 slash 代表它在加目錄 就是在這個 後面沒有尾巴 沒有任何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去寫 Write head 它是一個text 它是一個HTML 再來我們在裡面 Write HTML Body This is Home Page 然後Body HTML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什麼事情了 這個是Home Page 那再來我們在後面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試試看 student 它就會找哪裡 它就會打到那個student這個頁面 這個 這個 它全部都會執行嘛 只是它現在它else if 它會跑到這邊 student 這時候它會寫什麼 這時候它會寫 This is a student page 再來如果我到admin 這時候它後面的直會是什麼 slash admin 然後它就會跑到這裡 來執行 This is a main page 那如果都不是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回傳一個 它會回傳一個叫做 invalid request OK 所以這個是 server最簡單使作 你去做分頁的方法 OK 你去分頁的方法 那大家會說 那老師那我這樣子 我寫 那個html 我就要在這裡面寫 那 怎麼樣可以就是 直接 把我漂亮的 就是 漂亮的頁面 直接把它放上來 那在 我們的九之三 我們會提到